汉唐雄风中的汉 难道只是指的西汉吗 它包括包括东汉 刘秀所建立的东汉 究竟有着怎样的文质和风 请去关注博士空剑之 前后辉映 犯强悍者虽远必诛 这句流传千古的名句 出自西汉名将陈汤 递给汉元帝的奏书 依此使 进犯过强大汉朝的人 即便地处偏远 也一定要诛杀 这句雄言壮语 彰显出大汉帝国的气魄与威严 也唤起了后世人 对强大汉帝国的心向往之 一般人的印象是 只有西汉才有这种 气通万里如虎的气魄与荣耀 尤其是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期 当时不仅有 未经或居并离广 这样杰出的军事人才 还有司马迁 董仲苏 张迁等人 卓越的文化文件 这一个个光耀普京的英雄人物 形成了历史上独特的 群星璀璨的文化景观 然而很少有人 会把强悍与东汉联系起来 那么刘秀所建立的东汉王朝 对得起强悍这个字样吗 他给后世的我们 又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呢 百家讲韩栏目 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书系列节目 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 第十六集 前后辉映 光武帝刘秀 结束西汉末年 到新榜时期的这种战乱 和社会矛盾 跟着刘秀 打天下的 后来坐江山的 大体上 都是豪强富富 那么我们举例说明 跟随刘秀 转战四方的 最著名的 二十八位将领 当时号称是云台二十八将 我们以最著名的 云台二十八将的 前七位为例 第一位邓宇 是南洋的夫妇 第三位贾妇 也是南洋的夫妇 同时是好奖 从小学习兵法 当时的人 就许他有将相之气 第四位 耿干 齐先自巨鹿 迁往浮丰 为当地的好奖 那么他父亲 就在上古做郡守 耿干呢 他从小读礼记 读诗经 学习兵法 那么第五位 寇寻 寇寻家为上古的柱姓 第六位 陈鹏 陈鹏又是南洋的好奖 第七位 冯义 为尹川郡的好奖 在这里面 前七位 只有第二位的吴汉 他是家平 东汉 他可以说是富人当家 那么 若干年来 或者说长期以来吧 我们大概形成一种理念 当我们说到穷人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高度的赞扬 当我们说到富人的时候 特别说到豪强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严厉的批评 但是这个富人当家 不被人们看好的东汉 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 对于文化的创造方面 最具有贡献的朝代之一 那么有什么贡献呢 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 从学术上来说 梁启超先生曾经 受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一个什么观点 他说从秦汉以来 那就到清朝 曾经发生过四次学术市场 那四次 第一 两汉的经学 第二 隋唐的佛学 第三 宋明的理学 第四 清代的普学 说是说两汉的经学 但是两汉经学的四大代表人物 全在东汉 那是个甲马许正 甲是甲魁 这一位既是经学大使 又是个天文学家 那么他发现 通过长期的观察 竟然发现 月亮的行数 竟然是不等数的 你看看 这两千年有这样的发现 那许是许胜 许胜当时有一个 别人称呼他 说是五金无双 什么叫做五金无双 他解读 诗 书 礼 义 春秋 当时没有第二位 同时又是古文字学家 他编著的 说文解字 是我们中国现在第一部真正的字典 而且对汉字的字型 读音 来源 等等 他进行考究 第三位 马荣 这是个大学问家了 既是经学家 而且对文学 对史学都感兴趣 所以说 遍著 注金 这是马荣 而且广招弟子 其中最著名的弟子 就是后面这位 郑璇了 那么 郑璇可以说是 两汉经学的 极大成者 那么自从汉武帝 读尊卢术以来 卢学 变成学术的主流 所以 读六金年 读五金年 大有人在 所以这样一来 搞得分分云云 莫衷一事 但是郑璇 他对古籍 他来进行整理 三番就简 去旁之 留主干 所以造成了 两汉经学的 一种统一 能不能说 它是小一统 这是关于经学 实际上 东汉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更大地体现在 它的科学技术上 那么我们举了 经学四大架 我们同样可以举出 东汉科学技术的四大架 第一位 蔡伦 这个大家都熟悉了 他改进赵子树 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个事情 在上个世纪 七八十年代 有一个美国学者 叫哈特 他本来是一个天文学的博士 但是 对于历史很感兴趣 于是他根据自己的看法 他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里翻译过来的名字 我们可以这样翻译 叫做影响世界历史一百人 也就是 他把他认为对世界历史影响最大的一百人 他排序 在哈特的影响世界一百人的世界名人榜上 蔡伦 高居世界名人榜的第七位 为什么呢 因为蔡伦改进赵子技术 使赵子生产的工艺流程 它更加简单 赵子用的原料 用材更加广泛 那么纸张的价钱 也更加便宜 因此 它更具有广泛使用的可能性 因此哈特认为 蔡伦改进赵子树 对于世界文明的保存 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 蔡伦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位张恒 张恒的贡献 我们至少可以列出三个方面 第一 他制造了昆天仪 这个昆天仪 它是复原天体星星的这种运行 叫做水动昆天仪 那么根据有些记载 张恒在生理的时候 观察到了几千个行星和恒星 然后他根据各种原理 把它们复原 在他制作的一个仪器上 这个就叫昆天仪 同时还发明了一个 喉风地动仪 通过风的这种推动 叫喉风地动仪 它测什么呢 哪个地方有地震 它可以测出来 这是它干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 根据古人的记载 它制造出了指南车 制造出了计程车 还制造出了飞行器 都是木制的 你看看 这个工艺极其精道 第三 它还有一个贡献 贡献是什么呢 它经过长期的观察 发现 月亮竟然自己不会发光 月亮的亮 月亮的光 是从太阳那里反射出去的 因此 它在世界历史上 第一个结识了 月时是怎么产生的 你看看 太了不起了 由于张恒 他的一些仪器 都是用木制作的 所以人们给他 取了一个号 叫木圣 那么第三位 张仲景 张仲景的名字叫张基 由于自重情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张仲景 号称医圣 他的最著名的著作 叫做《商刊杂宾论》 这是号称中国古代 四大著名一点之一 而且也是在中医史上 第一部 即医理 医法 医术 医药 为医体的一部伟大的著作 华陀 大家都熟悉点 被称为神医 足及踏遍黄河流域 为很多人治病解难 特别重要的是 他发明了一种麻醉剂 叫麻沸伞 通过这种麻沸伞 使人体麻木 麻醉 然后成为世界上有记载的第一位 能够实行开服守寿的这样一个医生 所以说他是一位外科医生 第一位使用麻醉的手段来开服的外科医生 我们甚至可以说 没有麻醉就不可能有外科 因为人力 人力意志是不可能抗拒 如此的痛痛的 只有实行麻醉 才能够开创外科 东汉 这个不被人们看好的 富人当家的王朝 既不是纪人篱下的东周 更不是偏安异渝的南宋 除了在文化创造上 有巨大贡献之外 它还是中国历史上 由汉人建立的 敢于派军队经营西域 深入末北 并且取得巨大战果的 三个王朝之一 所谓汉唐雄风的汉 绝不是西汉独占 也应该包括东汉 从经营西域这方面看 东汉是配得上西汉的 甚至可以说是前后辉映 王莽代汉而立 天下大乱 那么匈奴啊 重新又成为汉朝的一个编换 但是匈奴也有匈奴的问题 什么问题 在王莽的那一段时间 还有在刘秀创立汉朝的那一段时间 草原上发生了连年的汉灾和黄灾 所以这样一来 对匈奴的实力 给予了巨大的打击 草原防务 人口减少 所以这样一来 匈奴重新发生那种分化 怎么分化 居住在南部一带的匈奴 他们拥在了富汉邪 残余的一个孙子作为残余 仍然叫富汉邪残余 他们就归属了汉朝 所以汉朝称他们南匈奴 他们居住在现在河北 山西 陕西 甘肃 以及这一带地区和内蒙古交界的一些 叫南匈奴 居住在北部一带的匈奴 称之为北匈奴 这样一来就出现一些什么局面呢 出现在东边地区 南匈奴成为东汉 来抗予北匈奴的屏障 而在北边呢 北匈奴在控制着西域 和东汉进行抗亏 造成这么一种局势 虽然东汉的都城是在洛阳 但是东汉的战略中心仍然在西北 可以说从张谦初始西域以来 西域已经成为中原的一条生命线 成为两汉的生命线 所以东汉一旦政治稳定 一旦财富充足的时候 他还是想重新进入西域 那么这个想法是由光武帝的儿子 汉明帝所产生的 而直接提出打击匈奴的方略 是一位叫做耿炳的人 耿炳 这位耿炳出生在豪门 同时出生在将门 我们刚才说到的云台二十八将里头的第四位 耿干就是他的伯父 在云台二十八将里头 虽然耿干排在第四位 但是耿干呢 从二十一岁开始 追随汉光武帝 定计献策 旅吹强敌 他还创造了很多战争的经典 那么当时号称是韩信再生 只是因为他直立前才放在第四位 本来是灵台二十八将 那是无人出其诱的 其他的工程都结甲徽田 唯独这个耿干 实时被刘秀遭到洛阳来商量军国打击 耿炳的父亲 他叫耿国 也是名将 曾经担任过东汉的大司马 而且劝说汉光武帝决策 来接受男匈奴的归属 所以也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个曾耿炳呢 生活在这么一个将门 从小就喜欢谈论兵法 谁说年龄的长大 身材魁梧 力量过人 据记载说是腰出八围 那个身材是不得了的 而且懂得方略 不但懂得方略 还不断地想报告 把自己如何征服匈奴的想法 给皇帝打报告 汉明帝继位以后 一直想重新启动 对西域的经营 重新启动对匈奴的打击 可惜他担心一个事 担心什么呢 哪来的祸疾病 哪来的卫青 那么看到耿炳的这个报告 非常高兴 把耿炳招过来 当面讨论 君臣二人讨论了一番 汉明帝极其的高兴 还要找吗 这不是眼前的未经过去病吗 当然他还有未经过去病 之所以 那个人的名字叫斗顾 斗顾也是出身豪门 他这个豪门甚至更豪强了 他的伯父曾经带着过河西武军 归降于汉光武帝 为光武帝稳定西北 统一全国 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所以这个家族出了诸多的人 我们还要说 而斗顾自己 又是汉明帝的姐夫 所以这种身份 汉明帝对他也是很信任 所以让此两位 一个斗顾 一个耿炳 和将领们一起讨论 如何对匈奴进行打击 那么这个时候 耿炳真正可以 对人们公开自己 对打击匈奴自己的思路了 那么后汉书里头有记载 其他书里头也有记载 但是司马光的知识通宪 根据著书的记载 做了整理 整理的条理非常清楚 耿炳是怎么提出来的 歇者匈奴 原隐功之内 并左人之蜀 故不可得而知 下午记得河西四郡 即居严硕方 如实其回老续兵之地 枪浮分离 唯有西域 俄夫内蜀 故富汗学残余寝寝室 捆散 其事亦成业 兼有南残余 行事相似 南西域尚未内属 北庐未有兴状 成余以为 当先及白山 得衣武 破车师 通使乌孙诸国 以断其右臂 一武 亦有匈奴 南腹炎一步 破此 副为这其左脚 然后匈奴可解 这段文字很长 实际上谈两个事情 第一 谈匈奴的事情 匈奴有种什么形式 过去匈奴 为什么那么强大 是因为 他征服了草原住部 草原的各个部落 都依附于匈奴 所以匈奴 很难自负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 收复了何西四郡 那么 把匈奴赖以储财富 最溃沃的一块草场 我们收过来了 同时切断了匈奴 和枪柱的联系 那么才有后来 富汗邪残余 归属于我朝 但是后来 情况发生变化了 西域 重新由匈奴控制了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要重新征服他 就又有一些困难 那么提出 该怎么来打 才是第二步 怎么打 根平提出 我们的方略 先打白山 得到衣物 然后打车师 然后切断 套和乌生的关系 这几个地名 现在都在新疆 所谓的白山 是现在哈密西北 天山的云脉 由于长年积雪 所以叫白山 但是匈奴把它叫做天山 来往必败 那衣物这个地方 也在这一带 是一些城堡 如果守住 可以存兵 那么车师 在现在新疆里 吐鲁藩一带 那么这一带地区 根平 那么应该先打 打了以后 再打雄奴 我们就有必胜的把握 那么这属于庙图 杰策了 所有的人 一听耿炳的这一关分析 觉得非常有道理 要割个击破 疯而自知 那么当然也有人提出 为了能够全面保护 西线的进攻 东边也应该同时用兵 这样一来 来分散匈奴的注意 那么庙图决在几点 说评呢 秦始皇兼并六国 汉武帝开疆拓统 秦汉大一统奠基中国 王莽代汉 鹿云赤梅 重整山河 戴刘秀 刘关张桃源起义 位数无三国鼎立 天下大事 分酒必合 何酒必分 品中华之历史 见帝国之兴衰 请继续收看 国史通鉴 秦汉三国篇 兵天学地之下 汉军如何上演了一出 神兵天将的好戏 出塞三千里 究竟是哪位英雄人物 漂亮地完成了 未经获居病的理想 最终彻底解决了 历史三百年之久的 匈奴之患 汉民帝在公元七十二年 派道顾 派耿品 先到梁州一带 就是我们现在 甘肃的五位 在那一带 先集中人马 然后在第二年 兵分四路 出击凶龙 根据庙堂的决策 东边三路 实际上是侧印 西部才是主力 那么西部由谁率领 由窦顾率领 他的副将是谁 副将也来自将门之后 那就是耿炳的汤兄弟 叫做耿忠 那么西路军按照庙堂的决策 在天山 也就是白山一带 捕捉到了 敷衍残余的一步 结果斩首一千多年 取得了一次战争的胜利 同时 占领了一物如珠宝 开始囤军 这就达到了第一步 哪一步 先把一物和白山打下来 得一物 即白山 第一步实现了 然后到第二年 公元七十四年 公元七十四年 由窦顾和耿炳合兵 实现第二步 破车师 通使乌孙祝国 以断旗幼 那么 在这个时候 窦顾和耿炳 之间 对于如何打车师 他们出现了 意见上的分歧 那么窦顾认为 现在 冰天雪地 因为这个时候 是公元七十四年的冬天 冰天雪地 那么 军事比较疲惫 他主张 先打车师前国 然后打车师后国 或者说 先打前车师 后打后车师 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车师 车师在现在的 吐鲁翻译等 那么 分两个王亭 前亭在南边 后亭在北边 前亭是儿子居住 后亭是父亲居住 所以他有两个王 车师前王 车师后王 那么窦顾觉得 天看地动 为了避免 军队的疲劳 先打 车师前 但是 耿炳不同意 耿炳怎么看呢 兵贵神术 而且 后车师的国王 恰恰是车师国的首脑 如果我们 兵贵神术 一股捉气 把车师后 打下来 那么车师前 他也不战而降 道顾还在犹豫 耿炳 觉得心机如焚 他推案而起 说 兵贵神术 如果愿意 听我的 跟我走 然后立即上 带着本部 他学悲屈 实际上 道顾也是有血性的 有的时候 犹豫并不是害怕 犹豫仅仅仅是在琢磨 到底哪一种更有利 那么当他认为 耿炳的战略 更符合当前的形势的时候 兜贵下决心了 带着后续部队 也跟着他学前进 这个时候 果然不出耿炳之所料 整个车师国 根本不知道 汉军会这样一种 兵尖血液之下 来进兵 结果全然没有防范 后王投降了 后王一投降 前王也投降了 整个车师 被征服了 但是 这仅仅是第二步 走了一半 后面那一步 通西域 高通乌孙 还没有实现 就中断下来 为什么中断 因为 汉明帝死了 汉明帝死了以后 他儿子继位 19岁的张帝继位 而这个张帝 根据记载 是学儒家著作 学得比较好的 是一个牵牵掌者 于是朝廷 决定退兵 所以看起来 对于打匈奴的问题上 是有分析 那么在第二步 没有实现 一直到 十多年以后 张帝去世 汉和帝继位 由窦太后 临朝听治 这个时候 斗士家族的势力 越来越大 斗士家族的势力 为了扩充 他就要建功立业 建什么功立什么业 当时最大的功劳 莫过于打匈奴 所以这样一来 斗士的小家族的力 和东汉对于匈奴 大格局的力 他们一致了 于是斗太后 命令他的兄长 又是一位姓斗的 斗贤 为主帅 那么副帅是谁 仍然是耿平 所以耿平辅佐了两位 斗士的将领 一个是斗顾 现在又辅佐斗贤 那么这一次 出师的时间 是在公元88年 到了公元89年的夏天 汉军兵分三路 一起出塞 当时的汉军 实际上是一支混合部队 有汉族部队 有蓝雄奴的部队 还有鲜卑的部队 乃至有枪柱的部队 一支各民族 组织起来的部队 共五万骑兵 深入到末北 一局打败了北雄奴 那么北雄奴逃跑了 被斩首一万三千余几 当时投降的有多少 投降的据称 是八十一部 二十余万人 那么这样一来 汉军应该说 取得了对北雄奴的决定性的声音 从此以后 北雄奴淡出了汉朝的事业 开始了他西征的道路 那么汉军继续前进 当时说是出塞三千里 来到了一个著名的山 这个山叫燕南山 也就是当年 魏清霍继病 主要是霍继病出山以后 登上的那座山 然后 赫碑留念 这个碑的碑名 叫 济汉威德碑 那么这个碑文是谁写的 当时写文章的一代高手 汉书里作者 班固 那么班固当时正在 道显和 耿比的军中 为中复权 继西汉司马迁的实际之后 东汉班固修的汉书 成为又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 他开创了断代史的体力 成为后世正史之楷模 由此 班固于司马迁并称马班 班固之所以有如此的历史成就 离不开家庭的熏陶 他的父亲班彪和妹妹班昭 都是名垂史册的历史学家 他们三个人被合成为三班 让人嘖嘖撑起的是 在这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家庭里 还出现了一个投笔从容之人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他又是如何书写了 不入虎学 燕德虎子的英雄业绩的呢 班固 这个家族 原来居住在关中 本来是夫妇 但是在两汉交替自己 他们这个家族逐渐败落了 本来有很多牧场 很多良田 后来 纷纷都失落了 到了汉明帝的时候 班固 奉赵 到洛阳来 做教书郎 这个汉明帝 为什么叫他汉明帝啊 明察秋毫 他听说班固 有一个跟他童年的弟弟 而且很有个性 就问班固 说听说你还有个弟弟 很不错 现在在干什么 班固说 这个弟弟正在帮人家操操学习 做文字工作 汉明帝进一步关系 让班超 做南台令史 什么叫做南台令史 就是到宫中做史冠 书写历史 虽然职务比较低 俸禄比较少 但是毕竟是正式编制 如果他认认真真做下去 可能可以继承 他父亲的这个大业 和他哥哥一样 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 但是人家自不在此 操作操作 班团烦了 打笔一甩 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大丈夫无他自掘 由当校父介子 张谦立功异于 以许封侯 安能久世彼宴肩负 你看看 什么明堂 这个很伤人嘛 他完全不考虑 他哥哥是在干什么 也不考虑我们现在这帮 做历史人的感受 那么他认为 做笔墨功夫 在默念之间 碌碌不为 他想干什么 想效法两个人 一个叫傅介子 一个叫张谦 张谦大家知道 通西域 后来封为博望 那么傅介子是什么人 我们等一下再说 那么由于不安心工作 由于口出狂言 而且这个狂言 我们很 马上想到另外一个人 说的一句话 谁 陈胜说的一句话 陈胜说了一句什么话 狗富贵 勿相忘 结果引起同伴的嘲笑 班超也一样 说了这一番话以后 人家都嘲笑他 结果他又说了一句 别人接受不了的话 说小子 安子壮士自在 你们这些人知道我什么 自相吗 你看看 他不愿意干什么 而且这个时候 他还请了人 给他看面相 结果这个相思 给他说了一番 令他很鼓舞的话 说什么话呢 相思告诉他 你这个容貌 非比一般 艳汗浮井 飞而食漏 此万里猴像也 你看看 你的长相 你这个下巴 你这个寒 像燕子一样 你这个颈脖子很粗 像老虎一样 这是什么面相 这就是到万里之外 建功离业的面相 你当在万里之外 去驳得风口 你干这个干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 班超工作不安心 结果被免职了 可以说班超是偷比 我们有一个成语 叫做偷比从容 这个时候他虽然投皮 但是还没有从容 在公元73年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道顾和耿炳那一支出师期间 这个班超 野随军来到了西域 在道顾的军中 为甲司马 而且参加了白山之域 还少有展望 所以这个道顾就很高兴 他本来以为这个班超 是和他哥哥一样 只会五文龙墨 结果发现 这小子不错 不但能够五文龙墨 而且还有武功 而且更有胆怨 他需要的就是这种人才 于是给进一步的培养 给他进一步的机会 给他一个什么机会 让他以甲司马的身份 带着三十多位壮士 去散散国 劝祥散散国 归属于汉朝 但是在西汉的时候 不叫散散 西汉的时候叫什么 我们有一个著名的古国 现在说不复存在了 但是有一片古籍存在 叫什么 古楼兰 那么这个楼兰国 在西汉的时候 是张迁出使西域以后 归属了西汉 但是后来 西汉的力量内收 匈奴进入 结果这个楼兰呢 又归属了匈奴 而且杀死了 汉朝的死者 杀死了大陆之 派往汉朝的死者 当时的西汉 正处于汉昭帝时期 汉昭帝时期掌权的事情 是著名的霍光 结果霍光就派附届子 带着一百多人 来到古楼兰 说是出使 实际上成机会 把古楼兰的国王 把他杀了 杀了楼兰国的国王 把楼兰国的国王的弟弟 离为国王 并且改了个名字 叫什么名字 改这个名字 叫 赛赛 那么 班超 非常羡慕的 非常娘慕的 一个是张迁 一个就是这个 傅杰子 距离他自己 已经一百多年了 鬼死生猜 他羡慕谁 竟然让他干一样的工作 干一百年前 傅杰子 干过的工作 来到赛赛国 劝说 赛赛 重新归附于汉朝 赛赛国王很高兴 说我们本来就是 归附汉朝的 热情招待 但是过了几天 形势不对了 发现赛赛国的招待 有所冷淡 连续几天 那么班超觉得奇怪 但是判断 一定有情况 什么情况 一定是匈奴的使者 也来了 所以班超应该说 很有计谋的 他把赛赛国 派来寺寇的这个使者 招来 斗篮之间 突然闻一举 匈奴使来数日 金安在府 这句话既是肯定 又是疑问 先肯定什么 把自己的猜测 当作铺垫 匈奴使者已经到了几天了 他们现在还在不在 散散国的使者 就很难回答了 说在 说明匈奴已经来了 说不在 说明匈奴来到过 只好如实交代 那么班超怎么办 把散散国派来的 事后的服务人员 全部关起来 然后召集 自己部下 三十多个壮士 开会 讨论 开始喝酒 吃肉 酒到半酣 然后告诉大家 形势危机 一百多个匈奴使者 已经来到了散散 大家慷慨 于是大家说 陈建 把匈奴 杀掉 说当时生死 有关之际 我们愿意 司马 通生死 大家注意 什么叫做司马 这个官民 很好玩 军队一个 低级军国的官 根据当时的记载 司马 十一百弹 是一个低级军官 贾司马 司马的副职 如果勉强按我们现在的部队的编制来比复 大概相当一个复联之干部 这三十多个人 说是三十六个人 就是个家将牌了 那么班超说了一句著名的话 后面的故事 大家都熟悉了 说了一句什么话呢 不如腐穴 不得福子 后来变成一个成语 叫做不如腐穴 也恩得福子 那么带着人他自己 应该说 一时一共三十六位壮士 陈越 潜进匈奴的帐篷 然后 陈座 越黑风高 点几口来 把匈奴的帐篷 把它点招 结果一百多个匈奴死者 不是被烧死 就是被砍死 班超据说 毒人 割杀了三位匈奴 那么第二天 把善善国的国王 请过来 视察现场 当时轰动了整个西域 班超后来 金云西域三十年 官封西域都富 俺远口 果然是万里封口了 在他的金云之下 西域一代 五十多个国 统统归附于汉朝 那么真正起到了切断 匈奴右臂的作用 东汉北边的忧患已经去掉 可以说没有外患 但是内患正在日益严重 东汉的内患是什么 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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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相 我